政坛没有永远的敌人 前首相多玛阿迪余生今天连同宿敌 也就是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 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宣布同台合作 凭借着各自丰富的从政经验 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出疫情和经济困境 让马来西亚重返亚洲之虎行列 恢复国家昔日的辉煌 很多问题 整个国家和人民幣都没有任何强 国家和人民幣都没有任何强 两个国家和人民幣都没有任何强 所有的力量在美国的国家和人民幣都没有任何强 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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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不想成为自己,不想成为自� meat侧 不想成为自己 Yani 不想免得用 vag計无ht inverse 我也 pilgrim may 都没有看到 马哈迪也预言 国会今天明天提成的 2021年财政预算案三读 可能不会通过 因此他希望朝野议员 摒弃政治利益 多为国家贡献真诚服务 东姑拉沙利也透露 他不会参与明天的裁案辩论和表决 马哈迪还说 如果裁案真的是闯关失败 导致国盟政府倒台 他愿意在拥有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下 再一次出任首相一职 至于是否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议席 马哈迪强调 重振国家经济和繁荣 才是重中之重 和谈谈川中文贺力 108 106 108 108 1010 1010